在股票市场 一直有散户一赚二贫七亏的说法 但是跟期货市场比 不过是小物件大物 不过股票还能有个价值投资的好听说法 那么期货就是纯粹的投机 没有涨跌幅限制 看涨看跌都能赚钱 天下零的交易规则 还有保证金杠杆 玩期货玩到血泊乌龟 甚至穿增破产上天台的大有云赠 玩过期货的都会深刻明白 什么叫酒死一生 曾做空美股 获利一亿美人 被称为股票大作手的杰西利福诺尔 也曾在投资生涯早期 因棉花期货投资失败而直接破产 利福诺尔总结了经验教训后说 大钱都是坐着赚来的 从不是靠操作赚来的 但有这么一群人 却走上了和利福诺尔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通过炒灯 挤小钱乘大钱 所谓炒灯 就是以极高的频率 不断进行超短线交易 顺差立即卖出盈利 逆差也立即卖出止损 一次买卖交易操作 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平均每天交易次数超过100次 和利福诺尔相比 炒单手赚的大概算是辛苦钱 四小时盘中 他们必须每分每秒紧盯着盘 敲击着鼠标 近追腰追老损都是家常便饭 但这种高频交易的做法 稍微转个弯 就能从辛苦钱 变成写在刑法里的包袱秘籍 黄骗 或者大家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 八鹏 2020年12月26日 中国刑法第11版修正案正式通过 明确对谎骗交易操纵等 新型操纵市场行为 追究刑事责任 这版刑法通过了三个月前 在大洋比岸的美国 华尔街顶级银行摩根大通承认 以谎骗手段 在贵金属期货市场 实施了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 这场进行期货谎骗单案 从2008年开始 持续了8年之久 给全球贵金属期货市场 造成了深远影响 在其他人如履薄边的期货市场 摩根大通却嫌疑信步 好似立于不败之地 凭借的秘密武器 就是一支欺诈小队 这支小队的成员 覆盖纽约 伦敦和新加坡 三大全球顶级金融中心 通过谎骗等手段 玩弄客户 操纵市场 为摩根大通 带了数亿美元盈利 直到东庄释发 摩根大通 因此收到了《伦敦经》事件后的 又一张添加法本 金额甚至也和上次一样 都是9.2亿美元 对伦敦经案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 美国商业简史第七期 摩根大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伦敦平斯》 我是徐忠乐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4期 今天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前一秒风平浪静 后一秒血雨腥风的期货市场 和21世纪 最大的进行期货行骗 首先又明确的是 期货到底是什么 专业一点说 期货或者期货行业 是以棉花 大豆 石油等 某种大宗产品 或股票 债券等轻资产为标的的 标准化可交易行业 买卖双方通过签订行业 同意在指定的时间 以当前指定的价格 加上其他双方同意的交易条件 交收指定数量的货物 其实 期货英文Futures 就很直白地体现了它的意思 与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现货不同 期货是现在就完成买卖行为 但在外来交货的交易 举个例子 来具体理解下 期货交易是如何操作的 假设有个人叫张三 他用100万现金 从李四手工 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子 又将其 以一个月1万的租金 转租出去挣钱 三个月后 房价上涨到110万 张三想能卖掉 盈利13万 这是股票的逻辑 租金就是公司分红 还是张三 想以100万的价格 购买李四的房子 但他因为种种原因 只能三个月后 再办房地上购乎少许 于是张三想和李四签订合约 约定自己 将在三个月后 以100万的价格 购买李四的房 而李四听到房价 可能要跌的传闻 也同意了签订合约 双方分别有了买入和卖出的义务 但是如果房价 如李四所推算的那样跌了 张三肯定不愿意履行约定 不过涨了 则相反 只要房价波动 面对想要意见的损失 肯定有一方想要约 而另一方就会遭受损失 二人于是在合约中 加上了保证金条款 双方都交了合约金额百分十十万的保证金 如果一方到其不履行义务 则保证金归另一方所有 为了确保合约效力 两人找来得高望重的文武起草合约 并把保证金都交给文武保管 这就是最简单的期货交易 张三是看多的买方 李四是看空的卖方 文武则是期货交易所 但这样还算不上期货投机 假设张三突然醍醐灌顶 发现买一套房转租赚小钱 不如直接赌好多套房 会升值赚大钱 虽然他现在只有一百万 但期货的保证金制度 让他可以用一百万 签下十套房的三个月期货行业 这就是期货的干顿 张三决定先冲再说 剩下的九百万再立想办法 两个月后 房价已经涨到一百零五万 张三还没能筹到剩下的钱 正在发愁时 文武来帮他出主意 不如再另找一个人 与对方签订一个月后 以一百零五万每套的价格 将房子卖出的期货行业 那张三就不再需要进行食物交割 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现金了 张三立马同意 文武帮他牵线搭桥 找来了看涨房价的买家赵六 签订了行业 张三这就完成了平仓 对于张三来说 不管一个月后房价如何 他一买一卖两份行业 房子这个食物抵消了 却从中净赚了五万每套 乘十套等于五十万元 从李四的角度来说 他也不定真的拥有十套房产 他可以与其他人 签订九十万每套房的买入期货行业 实现平仓 净赚一百万元 同样的本金 同样的标的 同样的涨幅 期货的盈利是股票的数倍 当然 杠杆一家 盈利翻倍 亏损也翻倍 如果张三购买后 房价便一路下跌 但张三没钱 真正履愿 那就不倒不与赵六 签订九十一万每套房的 卖房期货行业 张三平仓后 损失高达九万每套 乘十套等于九十万 如果是股票逻辑 房价下跌至九十一万 加上房租收入 损失只有六万 可以发现 房子的期货价格 是在逐渐向现货价格趋劲进的 因为纯绒跌跌的期货行业 穿透到最后 十套房子是必须实际存在的 等行业上的实际日期到来 同一件实物 只可能运用一个价格 期货与现货 价格完全收敛 但过程中 期货价格也会作为独立商品 受到市场供求影响 比如说 即使当前房价降到九十万 但依然不少人 就是想要买入期货行业 那么张三自然会选择 其中报价最高的 从而推高期货价格 这就是期货投机的基本逻辑 当然 真实的期货市场运转 比我刚刚讲的例子复杂很多 比如一次给付百分十的保证金 是无法断绝运约下的 需要引入即日结算制度等等 从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首次出现在了 期货货业性质的交易活动开始 期货的历史远远流长 1848年 82位芝加哥商人 发起组建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并在17年后 推出了标准化合约 并开始实行保证金制度 又过了60年 1925年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结算公司成立 规定 CBOT的所有交易 都必须由结算公司结算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 期货交易由此形成 虽然 现在期货交易市场 发展至今还不到100年 但在期货市场中 发生了大规模投机事件 其规模和影响 远超股票投机 比如说著名的洋葱期货法案 1955年 美国两个洋葱商人 通过囤积了超14000吨洋葱 先是让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 洋葱期货翻了一倍多 近日影响到了现货的价格 然后二人 威胁洋葱零售商 购买他们的库存 否则 他们会大量卖出 让价格下跌 在零售商开始购买后 二人立即开始 大量做空洋葱期货 最终获利数百万美元 成功操纵了市场 但种植洋葱的农民可苦了 最后一袋23000克的洋葱 在芝加哥只能卖到10美分 甚至不如包装袋价格格 不少人因此破产 引发社会动荡 发展到最后 美国国会直接立法 禁止将洋葱 作为期货交易标的 这起洋葱期货案 其实很好的展现了 期货市场两种最常用的投机手段 囤积居其和卖空袭击 无论哪一种手段 核心都是试图通过操作市场 在短期内制造巨大的价格波动 使一种商品的期货价格 与内在价值出现严重背离 以摸取暴力 值得一提是 洋葱案中的囤积居其 是通过现货影响期货 而1970年代的亨特大豆期货操作案 则绕过了现货 首次只凭借期货合员 完成囤积居其 极大减少了操作市场的成本 靠石油起家的HL亨特 在1957年 便以4亿到7亿美元的残富 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白亨人之一 1974年 HL亨特去世 他的儿子尼尔森亨特 成为新的家族领导人 并对期货交易产生了奴厚兴趣 他决定首先对大豆下手 1977年 美国大豆产量超过6400万立方米 市场价换算价值超100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市场 完成现货垄断 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尼尔森决定 只囤积期货行员 放弃现货 降低成本 这是个危险的举动 因为市场中仍有充足大豆现货 而现货价格低于期货价格 空头可以找到足够的现货 等到合约日期完成食物交割 而不是平仓任赔 那时亨特家族 收到的将不是现金利润 而是最旧有上的大豆 但尼尔森决定放手一搏 他发动这个家族的力量 开足马力 买进大豆期货合约 不到一年 就控制当时大豆期货合约数量的40%以上 大豆期货价格 也从一年前到5.15美元 上涨到10.3美元 翻了一倍 于此物时 虽然亨特家族没有囤积大豆现货 却通过操纵市场心理的方式 制造了大豆正在涨价的假象 间接导致了现货涨价 阻断了空头现货交割的路 芝加哥交友团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友团会 对亨特提起了诉讼 指责其违反管理条例 操纵市场却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而亨特在官司进行过程中 已经卖出了所有大豆期货 盈利超1亿美元 相当于一个大型炼油厂好几年的地人 大豆出货成功 尼尔森立刻瞄准下一个目标 白银 对上白银期货案 也是有史以来 动物资产金额最大的期货操作案 上世纪70年代初 金本位置被废除 黄金和白银的价格 开始按照市场规律波动 满足了期货交易标准的基本条件 白银成为第一个贵金属期货标的 1973年 还没有投资者融入的白银期货市场价格低迷 尼尔森以每盎司2.9美元的成本 购买了3500万盎司的白银期货 建仓起步 仅仅两个月之内 就把白银价格提高到每盎司6.7美元 涨幅近130% 但这一次尼尔森碰到了左岸 墨西哥政府以不到2美元每盎司的成本 囤积了5200万盎司的白银现货 看到白银价格上涨 他们开始抛售 5200盎司的巨大抛盘 使银价又跌落回每盎司4美元左右 尼尔森意识到 只凭自己家族的力量 难以控制白银这种贵金属 他拉完了沙特欧文市和沙特国家货币局 组成了战略同盟 在沙特欧文的大力支持下 到70年代末期 亨特家族一度控制了 纽约商品交易所53%的存盈 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69%的存盈 拥有1.21盎司的现货 和5000万盎司的期货 而当时 全球白银市场的年均交易量 也不过有2000盎司 尼尔森决定是时候收晚了 1979年夏天 亨特家族开始了 与全世界白银交易商的决斗 决斗第一枪 尼尔森向纽约和芝加哥 两个期货交易所 下达完累计4000万盎司的买入指令 要推动白银价格最后一次井喷 白银价格立即从6美元涨到11美元 亨特家族坐庄白银期货市场的事实 因此暴露 大量交易商果断决定跟装喝口汤 银价由此不断飞涨 到1980年1月21日 已经拉升至59.35美元每盎司 黄金白银价格比更是低至12倍左右 而该指数的历史区间是32-58 白银价格已经高到偏离市场 如果尼尔森此时开始卖出白银 那他将获利至少30亿美元 但买入指令还会执行结束 尼尔森还期待着将这个数字推得更高一些 贪婪难以避免 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哪次贪婪会带来灭顶之灾 全世界的白银生产厂商为此兴奋不已 不仅火速开始寻找新银矿 还将许多官便旧银矿重新恢复开采 各国普通居民也加入了这场白银狂欢 翻箱倒柜找出任何有白银作为原材料的器物 再将它们熔炼成标准银矿到市场上卖出 白银供给开始增加 轰到家族这场白银战争 敌人不只是空头交易商 说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为过 尼日森竭力继续买进以维持白银价格 但逐渐力不从心 不倒不向银行贷款 华尔街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他们看出亨特现在只能进不能退 立即提出了超高利息 亨特最终从华尔街借贷了将近3亿美元 平均利息高达19% 亨特就是在走公司 在牙牙欲追的平衡下 如果能够撑过去把同货卖出 就将一举获得数十亿美元 创造期货投机时尚的神话 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 如果撑不过去 就是万状神约 这时候曾经在大豆期货案中 被亨特害得颜面扫地美国政府出手了 并且一打就是一套组合拳 芝加哥交友园会提出 当时一份524的白银期货合约 保证金只有1000美元 是当前合约价值的0.4% 低到不合理 于是决定将白银合约保证金 由10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 亨特家族必须补充大量保证金 然而他们目前的盈利依然是账面盈利 而非现金 他们不倒不继续借败 偏偏美联储在此时宣布 为了遏制通货膨胀 要大幅度紧缩引根 贷款难度抖增 当亨特艰难借了8200美元 正填着保证金窟窿时 美国商品期货交友员会质疑 亨特家族其实是沙特政府 控制白银的白手套 将加强多外国投资者的管理 尽管亨特家族大声喊冤 称自己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 美国政府就是看不得聪明人赚钱 但如今已经无济于事 纽约商品交易所完成对亨特家族的最后一击 白银价格达到50美元不久 他颁布了一条临时规定 即日起禁止建立新的白银期货行员 只允许旧行员的平仓 这意味着白银期货行员的总数 只会不断减少 任何人无法通过大量买入和卖出 来操纵价格 钢丝被切断了 白银开始大幅下跌 各方疯狂催脚保证金 巨额贷款利息贷付 亨特家族彻底崩溃 1980年3月27日 被期货建称为白银星期四 因保证金不足 亨特家族白银期货头寸被迫平仓 天亮抛盘让白银价格骤降至10美元 即使强不卖出 也填不上亨特家族的借贷库 亨特家族最终抵押了发家的油闲和炼油厂 从银行处再次借来11亿美元长期购款 这让他们整个家族不至于彻底崩盘 但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和影响力 从此岌岌无名 尽管试图控制白银期货市场的亨特家族下场很惨 但人性的贪婪 还是促使更多人走上了期货投机这条路 早期操纵期货市场的手段 不管是囤积聚齐还是卖库袭击 都是实打实的买入卖出 需要缴纳期货合约保证金 甚至购买大量现货 这也意味着想做中 必须拥有雄货的资金实力 但是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完善 庄家的手段也在不断进化 尤其当程序化交易在全球技术市场兴起之后 依托于计算机技术的违法无规行为 也开始悄然滋生 谎骗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操作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发出委托后 迅速取消或更改委托 使其无法执行的行为 谎骗者会在某一价格区间 委托大量的虚假买入订单 在市场中营造出求购该资产的紧迫需求 因为很难判断订单征伪 市场会自然对谎骗订单产生反应 随着市场价格接近预定 它们又迅速撤单 导致价格重新下跌 反之也可委托卖单造成做空假象 关键在于引发市场价格剧烈波动 从而扩大获利空间 这一价格区间 一般会定在重要的支撑位或阻力位 从而增加对市场的影响力 还是之前的例子 100万就是房价的重要阻力位 当房价到达99万至100万时 人们会倾向于抛售 如果房价没能突破100万 就很可能掉头急于下跌 但如果突破阻力位 则看空的卖方减少 继续上涨可能性更大 当谎骗者发现该阻力位后 他们可以在稍微高于100万的位置 委托谎骗卖出单 买方要是观察到100万上方仍有抛压 很可能就不会在100万积极买入了 于是房价无法突破阻力位 掉头向下 市场就这样被操纵了 而一手促成该局面的谎骗者 则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下房子 又或者提前布局卖空获利 谎骗背后的恒心思想 其实依然和囤积居旗一样 在于搅乱市场 误导市场对供需关系的判断 不一样的是 囤积居旗是蓄力挣大钱 谎骗则通过非常高频的交易 积小钱乘大钱 能积到什么程度呢 伊士顿贸易公司 以约700万元人民币的初始资金 通过0.03秒一笔的平均下端速度 用4个月从期货市场 获利了20多亿元 我们开头说过 炒单操作 就是靠炒单手的经验和直觉 发现金融市场各种定价错误机会 然后再用快速抢单等方式 获取相应的价差获利机会 单比交易盈利未必很高 但可以借助频繁交易 创造较高的年化收益率 当程序化交易模型诞生后 它能够比大多数人类交易员 更快更准的捕捉机会 完成高频链化交易 炒单手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谎骗就是炒单变了形 同样是高频链化交易 只是不会真正下单 进一步降低了操作市场的成本 从而增加了严厉空间 让小钱变多了 当然也让辛苦钱 变成了刑法大礼包之一 美国开始严抓谎骗的时候 比谎骗被列入中国刑法 早了十年 2016年 多德·弗兰克 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通过 标志让美国政府 正式将谎骗列入了刑事犯罪行为 促成政府推进该法案的因素很多 但摩根大通的白银谎骗嫌疑 算是重要因素之一 这前21世纪最大的贵金属期货谎骗案 还得从巴菲特说起 一个冷知识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 白银的重要用途之一 是用于冲洗照片 经济学家安里克诺兰的研究表明 数码相机的掀起 和传统胶片摄影的刷落 导致白银从90年代末 开始表现落于黄金 巴菲特抓住了这时机 在1999年初 满入了1.3亿盎司的白银 安里克诺兰在对白银的研究中 还提出 白银作为一种总工业金属 与中国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 2005年至2007年 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时期 白银价格也急剧上升 巴菲特没有错过这个窗口 在2006年获利退出白银市场 接盘的贝尔斯登 则在其后 成为了纽约技术交易所 最大的白银交易商 后来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了 2008年3月 因磁弹危机 濒临破产的贝尔斯登 不得不以10美元美国的白下价 接受了摩根达通的收购 后转有此摇势一变 不仅一跃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银行 也顺手兼收了贝尔斯登 在白银市场的强大掌控力 成为了该市场的头号玩家 而在此时的期货市场 随着程序化交易的不断发展 谎片已经成为 华尔街各大银行的集操 曾任贝尔斯登期货交易员 后随着收购 入职摩根达通的 约翰·艾德蒙斯回忆成 谎片手段能帮助交易员 达成更好的成交价格 且成功率几乎是100% 在贵金属交易室 就是家常编范 摩根达通和客户 都能因此赚钱 每个人都高兴 因此从交易室的董事总经理 到更上级 包括合格部门的人 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说过什么 那一名和艾德蒙斯 统计进入摩根达通的期货交易员 康里·弗拉姆则说 直到2011年 我甚至都不知道 这样做竟然是违法的 面对已经泛滥成灾的吸引欺诈操作 法律却依然相对之后 根据当时的法律 破坏期货交易秩序的禁止性行为规定 比较泛泛 谎骗只能勉强被概括进操作行为的条理下 进行约束 以此作为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但这种约束的缺陷 很快就在一场诉讼中暴露了出来 2008年11月 两位白银期货交易员 向曼哈顿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摩根达通和汇丰控股 密谋打压白银期货 并通过发出具有欺诈性的虚假交易指示 谋取非法所得 诉讼中写道 非可获利可能达到11美元级别 最少也有好几亿 而我们却因为他们操纵价格 而赔得一塌糊涂